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谢谢 今天继续跟大家说白化佛法 我们伟大的导师释迦牟尼佛 在二十九岁那年出家 弘法悟到十 只有三十五岁 当时到底悟出了什么 佛陀悟的实际上就是 缘起信空 其实学佛的宗旨 我们到底学佛是学什么 宗旨就是告诉我们 世间的一切 人和事都是因缘聚散 因缘和合神 因缘 慢慢地就会聚散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 无常是一种变化的现象 就是让我们看懂这个世界上 当你拥有的时候 就意味着失去的来临 所以缘起信空 就是告诉我们 每一件事情的出现 在人间都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人很多时候 就是对一件事情 认为它不会变化 所以执着 菩萨告诉我们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 它都会出现变化 因为这是因缘 叫因缘 所以由一切的人 到最后变成无人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缘起了 你这个人生出来了 到了最后变成无人了 那么这个人走掉了 由一切事变成了无事 这个事情开始发生 到了最后 这件事情没有了 有本来的 有一个我字 当你生出来之后 有一个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一个我字 最后变成了 无我 名字没有了 它都是在变化当中存在的 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要对事物 懂得它的因缘果报 因为一切都在 缘起星空当中 都是在变化当中存在的 佛陀就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 和人 它是不变的 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没有一天 它是不变的 没有一个事情 它是不变的 所以这就是佛法经常讲的 缘起了 信就空了 信空了 缘又开始起了 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原理 让我们懂得 有缘分了 就意味着这个事情 一定会有很快 结束的一天 所以很多人说 缘分也好 其实只要有缘起了 它到最后的本性 就是空的 一定会结束 所以很多人 在人间觉得 哎呀 我坐了这个位置了 我可以永远坐下去 飞也 我今天得到了这个东西了 我可以永远拥有它 飞也 世界上很多东西 到了最后 它显现的都是空性 是没有的 是空性 所以佛法教导我们 就是你对人间的苦啊 快乐呀 顺境啊 逆境啊 荣辱啊 所有的境界 你不要看得太真实啊 它都会转变的 它都是无常的 所以金刚金让我们 视作梦幻泡影啊 像做梦一样 醒过来就不见了 一切都在变化当中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间的一切 都不可得的 你们过去年轻的时候 拥有了很多 别人没有拥有的东西 你们曾经做出过很多 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 但是这一切 犹如梦幻泡影 因为它是个根基上讲 就是无常 所以佛陀为什么叫我们 做无常观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 在实际的修行当中 能够认识到 人间的一切 没有真实意义的所在 一切都是虚幻 所以你看我们人的痛苦 就是在于 我们以为这件事情 可以很长 最后变化了之后 痛哭流涕 为什么会变化呀 为什么会 好好的一个人 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这个人 本来出去的时候 好好的后来 出车祸被驾死了呢 为什么这个人 跟我生活了这么多年 突然之间 他就抛弃了我了呢 一切的为什么 它都是没有真实意义的存在的 因为 起决于这个定义是无常 这就产生了 让我们要学会放下了 所以佛经就是让我们要学会放下 你既然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它不会长久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把它放下 这就是人应该提高自己的境界 不要对人间的事物去执着 觉得这一定是我的 而且要学会随缘消旧业 今天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你就不能再去斤斤计较 或者忘记不了年轻时候 那些无知所造成的业障 你现在成为大人了 你就不能再去做那些无知的年轻人的事情 这就随缘消旧业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你不造新秧 不去造新的秧 讲到底 就是要自己懂得理解 懂得总结 这个世界上 不管给你带来的什么缘分 它到最后都是空性的 给你带来的苦 它最后也会没有 给你带来的快乐 到了最后也会没有 你不要去执着于那些 当时得到的缘分 所以一切认为 本性应该存在的东西 都是会变化的 所以年轻人在一起谈恋爱 总是说 哎呀 海枯石烂 心不变 你知道什么叫海枯 什么叫石烂吗 你经历过没有 在这个本性的信空当中 它们都会产生变化 所以一切万有诸法 一切宇宙现象 所有你看见的 你听到的 你曾经做过的事情 是因空而有 最后都会没有 没有之后又会产生 这就是佛法让我们懂得 这个世界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不执着人间的 所有的物和人 你就远离烦恼 你就会远离颠倒梦想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就像一个房子 如果空了 你才能储存万物 你今天没有真的空了 那你这个房子 就放不进很多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说 你就没有了万有的缘起 只有信空了 你才会有缘起 只有把自己的心和杂念去除了 你才会有另外的缘分生起 实际上缘分到最后是空的 空了之后又开始有缘分 所以我们经常说 你心不空 你心则不能用 心空了 你才能会信空 你才能善用你的本性 找到你的内心 阿摩罗斯的佛性 所以万法皆从空生 很多事情都是由空开始 人不是这样吗 你空了 才会生出 比方说你现在肚子空了 你才会想到吃饭 再生出很多的食物 你今天累了 会生出你的疲倦 倦意 你想睡觉 你今天这方面缺乏了 你才会去研究它 才会去拥有它 所以万法 皆从空生又从空灭 因为你拥有它了 你找到了它了 它很快也会消失的 又从空灭 所以空生空灭 生出来到毁灭 又从毁灭到生出来 它并非是没有 它是有生有灭 这个来去自如 想一想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你刚刚想起一件 开心的事情 你马上笑出来了 这件事情 就进入你的大脑当中了 你会想到就开心 是不是无中生有 当你听到不开心的时候 你一会就伤心了 这个伤心是你心中 本来没有的 也是生出来的 但是一旦你想通了 它又自生自灭 生灭自如 所以一切违心照 就是讲的 我们人自己在造阴 自己在造业火 自己在生 又自己在灭 所以很多人说 什么叫空性 什么叫从空而生 实际上一个人 到这个世界当中 本来是没有这个人了 突然之间产生出 这么一个人出来 给你起名字 给你找父母 然后给你开始慢慢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当中 一直把你养大 你就是从无到有的 在实体当中的一个生物 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实际上和在这个世界 都是一样 这就是告诉我们 空生空灭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难受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过去有一个办公室里面 有五个人 这五个人突然之间 他们有一个科长离开了 还有这四个人都想象着 自己可以做科长 然后在这个三个月竞选期当中 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他们每个人有的快乐 有的伤心 有的难过 最后有三个人很痛苦 有一个人在痛苦当中生存着 得到了一点点的 看似幸福的 实际上那是一种苦乐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这三个人从此就没有声音了 那么这个苦和乐 都是他自己生出来的 等到三个月选举结束之后 那么他这个苦和乐就灭渡了 就结束了 我们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刚刚想了想不通 突然之间一想 我这样不是蛮好的吗 我怎么怎么怎么 马上扑斥一下就笑出来了 所以人家说 自说自话 自思自想 自言自语 自说自话 实际上就是心里 在一种争斗和狡辩的过程 包括自己心里 在一种心理安磨的过程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菩萨告诉我们 我们有时候 要看到这个世界 真实的存在 有时候又要想象着 离开这个世界后的无我 这个世界这么多烦恼 你想象着 你终有一天 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无我了 你还会烦恼吗 这样一想 你就不烦恼 就像现在 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 但是我不烦恼 因为我离开了红尘 当你真正想空了 我离开了红尘 实际上 在你的内心深处 并非没有 在这个世界 来过的老硬 来过的 烦恼都有过 只是灭度了 结束了 境界高了 不去执着于这些烦恼之中 敌人 为敌人 阿富上 谢谢大家